韩系电动车中最强选手出炉 它就是现代IMA5M正式曝光 拥有650匹马力加上超猛的运动风格 这也是现代汽车第一款带有M标志的纯电动车 先从外观来看 这辆车把现代汽车强调的复古未来主义呈现得更加激进 车头有着更霸气的保险感 搭配更具攻击性的下格栅和前下巴 整辆车比标准车型低了2公分 宽了5公分 也变长了8公分 同时加上大量的黑色套件和橙色装饰细节 搭配全新设计的21寸铝圈搭配备耐力TG2轮胎 整体运动风格不言可遇 至于车尾部分搭载全新扰流板 中间有一个三角形刹车灯 同时还有新的进气口和后扩散器 用来帮助提高空气动力学性能 后保险感上有N独有的方格企图案 特别的是现代汽车还安装了后挡风玻璃雨刷 这是现代IMA5普通车型上所没有的东西 而在动力部分 这辆车的最大亮点就是超强的前后双马达动力输出 在最强Boost模式下可产生650匹马力 以及78.5公斤米的扭力 0到100公里加速只需要3.4秒 电池组也微幅增加到84度电 原厂表示从10%电力冲到80%只要18分钟 同时为了发挥最强马力 也搭配了电池热管理系统 驾驶前可在直线加速或赛道模式下 充分利用电池组进行赛道驾驶 这会预先调节电池温度以实现最佳性能 或使电池温度降低以实现较长时间的快速驾驶 而且这辆纯电跑车不只能跑直线 现代汽车更透过参加拉力赛所得到的经验 这辆车采用世界拉力锦标赛赛车启发的强化驱动轴 不只可以承受前后双马达的超强扭力 还能取得轻量化效果 而刹车部分也搭载前对向似活塞 搭配400毫米的刹车叠盘 后叠盘尺寸也来到360毫米 一切都是为了竞技而生 至于内装部分 包含方向盘以及双色调运动座椅 加上金属踏板都以运动化为考量 其中最特别的是Boost按钮启动马达超增压功能 可以瞬间提供全部动力 驾驶起来还能模拟8速双离合自排变速箱的体验 同时更特别的是这辆车虽然是电动车 却拥有相当热血的声浪表现 通过将声音注入车内来增加更多体验 这辆车是否将成为第一辆来台的 现代汽车&Performance性能车型也让许多车迷相当期待 感谢您的收看 也请继续支持中天车想家 我们下次见 搜索中天车想家 会输入atcticar 就是cticar 就不找到我们了